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日开始破的成交看到了 冲了上去 昨天就少少回软 试一下颈线 成交即可缩 今天再上 成交又增加 按成交分析 升时增加 跌时缩 升又再增加 其实显示上升动力是不错的 这是其中一个分析 加上去看趋势线 一下 第二条 连穿两条 下降轨 换言之 这里可以再画一条 这条就不是太过什么 这里计算得比较好 它量度升幅大概是八毫子左右 六个四到八毫子有七个多 当然它第一级要克服的阻力就是一百天线 六个八毫三 这些位置就有几个重要位置了 总结来说 它有双底的走势 加上其实走势加上平均线也破了几条线 而且内地现在这么吹基建 因为内地现在最新的说法就是 投资基建法力找增长 内地的新的说法 投资基建法力找增长 就是用基建投资 拉动经济增长 固定在今年的经济增长的目标 所以内地很多省市都不断推出很多基建行务 根据内媒的数据下购买 就是三万亿 三万亿的钱涉及 所以和基建相关的东西 比如建筑材料 最近走势也不错 基建股走势也不错 华尖水利是材料 所以这对股份 其实最近也估计 它会偏强一点 整个板块可能会偏强一点 可以留意一下 换言之 它板块好像形势有消息支持 它自己本身技术上又转好 所以应该有点潜力 可以留意一下 当然 如果跌穿低位 特别是6.4以下 这个位置还要6元 那就要小心一点 总体来说是有潜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再次 转发 打赏